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会把这封信给退回去呢 是不是启公这位外地的朋友把启公先生的名字给写错了呢 你说的这个事我也听说过 在印象当中看启公先生的文章里边也记载过这件一件事情 启公先生很不喜欢别人称他为爱心觉罗启公 据说是这么一个过程 启公先生呢 他真的就是爱心觉罗氏 而且是皇族的后裔 并且是正兰奇人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启公先生很讨厌别人称他为爱心觉罗启公 不愿加上这个姓氏 这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只能是猜测 因为我们没有零距离的和启公先生来交换过这个意见 是为什么 启公先生确实说过这件事情 就是说有人给他写信 写上爱心觉罗启公收 他在信片上给人写上查无此人 给人家退回去 确有此事 但是究竟为什么 我想这里边会有一些个复杂的原因和复杂的一个社会背景 启公先生 他在多半生当中受到政治上的打击 太多太多 现在有些个爱心觉罗启 而经常喜欢写上爱心觉罗 但这也有一些有些个心理问题 有的人就是说 我就是爱心觉罗启 我是满人 我是欺人 我写上这个姓氏 说明我没有忘祖先 姓什么怎么可以回避 还有的人 比如说书画家当中 也有些极少数的人 愿意加上这个名字 加上这个姓氏 以说明自己是皇族后裔 那么在卖字卖画的时候 可能更有些市场 人家知道爱心觉罗氏 在书画方面 都是有一些个 宫廷味道的 所以有些人喜欢买这些东西 但是启公先生 却很不愿意写上爱心觉罗诗 甚至到了 人家给他写上爱心觉罗 他跟人退回去 差不多此人 到这种程度 我理解 启公先生 因为受到的迫害太多了 而对于这个爱心觉罗氏 不敢轻易再谈到自己是皇族的后裔 因为现在政治空气宽松了 没有问题了 在当初的时候 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后 这一二十年当中 你是皇族后裔 就说明你是被改造的对象 或者说 你有可能是被专政的对象 我想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社会背景 谈到这个社会背景的时候 我最近又看到 在一个书法刊物上 发表过一篇文章 对启公先生提出有一些个疑 还是关于蓝婷婿的问题 这个人 他发表的文章呢 署名叫胡文辉 恰好呢 今天呢 这个材料就在我手边 我们拿来看一看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材料呢 是一个叫署名叫胡文辉的先生 把这篇文章呢 开始发表在了南方都市报 后来呢 由书法报转载 题目叫呢 圣守书生启公 从标题上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这位胡文辉先生 对启公先生赞美有加 对他的诗书画 包括他的人品 多方面给予肯定 表现了对启先生的这种崇敬心理 这个和我们的感觉也很接近 但是这当中呢 他却对启公先生提出一些个疑议问题来 其中重要的一条 就是关于蓝婷婿的问题 因为在1965年的时候 启公先生对于蓝婷婿 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原来他认为蓝婷婿 那是真计的 后来由于郭沫若掀起了蓝婷论辩 一场轩然大波 所以启公先生 也立即改嘴 说蓝婷婿是假的 因此 引起了书法界 很多朋友对启公先生 一些质疑 质疑倒不是说 你必须说是真的 倒不一定是这个态度 就是说你在当初 你以前发表文章说他是假的 等到郭沫若找你 要求你改变观点的时候 你就改的那么快 马上180度大转弯 就拥护郭沫若 认为郭沫若谈的怎么怎么对 自己也改变观点 也承认蓝婷婿是假的 等等 认为这种这个 说是便捷过一点 那么这个文章说他曲学 曲学是那两个字 我们写出来 曲学就是 不说出自己真正的观点来 或者是曲言复试 在某种程度上妥协 简单说这是一个曲学的表现 那么这个文章上就是有这么一段话 大家来看啊 他说啊 陈寅怯啊 赠蒋炳南婿 这蒋炳南婿是 这个一本书 常以平生未曾曲学 阿世自卑 他这句话说啊 陈寅怯曾经在一本书上 提到自己 那就说自己 平生啊 绝对不曲学 阿世 就是说 不去阿谀奉迎别人 不去以别人的观点 来改变自己的意志 永远说真话 不撒谎 既不曲学 也不阿世 因此呢 陈寅怯先生 经常引以为自豪 引以为自卫 自己安慰自己 就是一辈子 不说假话 但是他后面提到 他说其佬 虽非阿世 说起功啊 并没有阿世 啊 就是 不去这个 向这个世道 啊 献美取宠 阿谀奉迎 没去这样做 然于此一世 就是关于 蓝亭序的问题 古不免曲学之机 他说这就 你没有阿世 但是在蓝亭序问题 你属于曲学了 曲学就是 你在 或者是曲从别人 或者在这方面 是一种贬接 啊 对于这个问题 就是你 逃不脱这个曲学的名 对齐先生呢 有这么一点质疑 或者是批评 然后呢 这位胡文辉 这个先生呢 又在最后呢 写了一首诗 他诗上说啊 他说 征文考线 正丹青 字字如今 手不停 韩柳一言 文朔否 西宫曲学 便难听 还是用了曲学这句话 他说 对前边 对齐公先生 都是赞美的 前几句 都是赞美 到最后这一句 西宫曲学便难听 还是指导难听 人民齐公曲学 我对此 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说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曾经设计过 这个问题 今天再着重的谈一谈 就说 写文章的这位朋友 有可能是个 比较年轻的 一位 文人默克 很可能是比较年轻的 像你这个年岁的人 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 你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 当时的恐怖 和那种危机感 我们这个年岁的人 经过文化大革命 每每现在提起文化大革命 提起当初反右 57年以后反右 提起这些过程 仍然心有余悸 每每有时候做噩梦 都回到那个年代 所以你真的生活过 在那个年代里面 你会对齐公先生 有所包容 有所调解 有所调解 到65年的时候 还没有摘帽子 但是他毕竟是学术界的一个权威 虽然那时候 齐公先生只是在中年 但在中年当中 不管书法 绘画 诗文 还是考古 鉴定 各个方面 齐公先生都是个权威人士 但在这个阶段当中 应该说 齐公先生这个人 已经进入郭沫若的眼帘 当然在郭沫若的视角当中 有你这个人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在身上很有位置 但是 郭沫若在掀起兰庭论辩 和康生 主要是康生在后面支持他 然后让齐公出来 你要说兰庭许是假的 齐公在这之前 已经发表过多次文章 说兰庭许是真的 现在让你改过观点来 聪说 所以齐公先生在这时候 就欺负了郭沫若 就谈到兰庭许是假的 拥护郭沫若 等等 说了很多 实际上是欺从的这些个演绎 我们应该说从原则上讲 这是个欺学 但是你当真正知道 当时的社会背景 齐公先生的处境的时候 你一定会谅解他 大家知道 齐公虽然是在学术 在中年时期就很有成就的一个人 不然的话 郭沫若不会找他 但是 郭沫若和齐公之间的位置 地位的悬属 是个什么情况 齐公当时是一个右派分子 而郭沫若是政务院的副总理 郭沫若又是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是全国文联主席 又是中国科学院院长 又是中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全国文史馆的馆长 他在中国文人当中排第一号 一直到郭沫若死以后 给他的评价是第二个鲁迅 是这样一个人物 他无论在书法上 在学位上 在地位上 齐公几乎 就说单纯声望 书法上各有所畅 但是就单从学问角度讲 从地位讲 从政治上的这个受宠 齐公跟他应该说有天壤之别 所以在那个时期 郭沫若如果找你写 你不改变观点 你坚持反对郭沫若 你这样一个右派分子 你的身家性命难保啊 所以齐公先生当时的屈从 说他屈学也好 完全可以量级 不必要把这个视为一个污点 我们继续说 齐公先生到了66年以后 结果怎么样 还是被打成了牛鬼设身 打入牛棚 监督改造 他是这样一个人 因此我们美美提起 齐公先生在蓝亭论辩当中的 屈从这个过程 完全可以理解 如果我们现在打开蓝亭论辩这本书 你看到当时很多人 跟着郭沫若 跟着康生跑 那是政治压力 因为当时讨论蓝亭叙数 首先打出一个旗席来 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史观 与唯心主义史观的一场较量 先把这个大前提摆到这儿了 谁敢冒犯过目中 只有像高二世先生 远离北京 当时他发表一些个 反对的一些个这个这个言论 当然也是在毛泽东的允许之下 毛泽东说嘛 辩论嘛 有比无好 还允许辩论 但是通过这些辩论 最后各自的最后政治落脚点 是不一样的 所以齐公先生当时那个被动局面 他真的不敢违背郭沫若的这个旨意吧 所以我们对齐公先生这一点 应该给予充分的同情 何况那个世间 包括文化大革命当中 有多少人虽声俯和 妖气呐喊 虽波助流 这些都是一个 这个在所难免 完全可以使人谅解的东西 我那时候 还很小 很小 但是我都记得这些过程 而且我在那时候就读这个蓝庭论辩 就经常看报纸发表这些争论文章 在这个时期当中 我后来想 一定是想通过蓝庭论辩 引起一场政治运动了 结果 六五年 就是文化大革命前期 前夕这段时间 没有引起大事了 还好 可是转过年来 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一年 就由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 叫平吴寒的海瑞罢官 是一株大毒草 就引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到66年的8月份 中共中央下的16条 进入文化大革命 最恐怖 最激烈 使人提起来 就是心怀余悸的这一年 那么就在这一年当中 齐公先生已经被打成牛鬼蛇神 因此 这个蓝庭论辩 终于最后没有闹太大 而是乌寒的海瑞罢官 这一受到批判之后 马上引起来批判三家村 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横扫一气牛鬼蛇神 那时候的 我们所谓的牛鬼蛇神 每个人都遭到了人身的迫害 所以这些过程 青年朋友如果知道之后 你不会对齐公先生 那个所谓的欺学 产生什么疑意 或者不能原谅他 而我在前面的文章当中 只是提到到了齐公先生 2004年的时候 他又发表一次讲话 他提出来 当初我是骗了郭沫若 我说的那不是真话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我是在骗郭沫若 我认为齐公先生 到04年的这番讲话 是多此一举的 所以我在前面 这个节目当中 有一集用标题说 齐公的多此一举 就是前面没有人去 不能原谅你 你后来说明一下 说当初没有办法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 我不得不屈从了 说明之后 大家任何人不会责难 齐先生的 问题是 齐公他说 我当初是骗了他 所以我就说 你怎么可以骗得了郭沫若 你说的话 不让郭沫若满意的话 那个能让你过关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齐先生应该尊重 那个历史过程 实话实说就罢了 但是齐先生 由于就是一朝被摄咬 十年怕警生 又怕别人后来 再纠缠他 说你当初跟郭沫若 跑到一条线之后 又说他的政策上 有一个什么新的问题 那就反来复去的 他不得这个暗生 所以齐先生又再一次的 微心的说了 我那是骗郭沫若 让大家不要相信 我那是真话 实际上后边这些个话 是多次一句 但是齐先生 他实实在在的受到 政治迫害太多了 所以无关怎么样 我们都在这个问题上 不必要过于的认真就是了 因此我对这位朋友 他前年对于齐先生的赞速 我觉得都是真实的 后边对齐先生的 蓝庭论辩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七学 有了一些个看法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必须说 齐公先生 他所谓的七学 是可以理解 可以原谅的 不必要过多的纠缠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名字 这个名就是人民的名 这是有一位朋友提出来 希望演示一下这个名字 其实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呢 讲过比如说武术的这个五字 类似这些字都是带有一个葛钩的字 大体上是一致的 但是名字呢 也确实有他一些个另外的写法 单说这个葛钩 大体差不多 我们今天就满足朋友的要求 把这个名字 向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好 我们先用凯书来演示一下这个名字的基本写法 当然主笔是最后这个葛钩 这个葛钩的写法 我已经多次介绍 但是呢 做教师的 总是要有一个婆婆嘴 他就经常喜欢反复的说 有时候让一些朋友和同学们听了起烦 总是这几句 但是因为这种笔法非常重要 难度大 因此多啰嗦一些 我想也是有好处的 那么今天呢 再把这个葛钩的问题 单列拿出来 和朋友们再做一具体研究 看一看这个葛钩 单写它 这是不能犹豫的 这靠这个熟练 起笔略粗一点 腰部略细一点 到起钩时候又略粗一点 写到这个地方 稍稍往回立挥风 这样起来的 我可能写出有时候很快 这个小动作大家不注意 因为写太慢之后啊 这个字的效果就没有了 它靠一定速度来保障着它 实际上 不管写多快 这个小动作是不能或缺的 再插一遍 是这样 所以这样写 里边是圆的 外边是方 因此老仙人们常常把这种笔法叫做 内圆外方 实际上就是 逆错了一下 我再用最慢的动作写一下 可能效果差一点 大家但是能看明白 往下垂落 这是垂落下来 然后回来 再在这个地方再起来 整体完成过程是这样 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笔不要离开纸 离开纸在相接的时候 这个点话就不自然 我们整体再写下这个名字 大家看 上面这个地方 不要写得过于粗壮 这是横挡住了树的去路 是这样一个形体 这一笔 在古碑铁当中 都是直接通上来 不要留口 不要写成这样 不要写成这样 这笔下来之后 不要往左斜 不要往这样斜 是直着下来的 往左一斜 如银内里的结构 就发现松散 这样 这个笔画是这样过来的 再看 往这样一写 一笔过来的 但跟大家说 这不是欧阳勋的笔 欧阳勋当年是分两笔写过来 当年是这样过来的 一束笔下来 再单写这一笔 就这么过来 后来随着楷书的这种演进 渐渐的把作为一笔来处理了 这也是楷书的进步 当然这不是我个人发现的 是到了元明清以后 渐渐的笔法 基本成为这样的定型 也不影响基本字形 好 我们把刚才没有写完的这个字 再写一下 注意这一笔 直接从这横画里插出来 也基本不留空白 但是这一横 它的长度应该宽于上方 就直接长出来 这一束笔啊 就是隔勾这一笔 直接插入这里边来 是这样插过来的 下方啊 虽然略长于左方 但是不要长出太多了 注意一下 古卑帖当中很多人这样写 这个地方还点个点 因为前辈书家都这么写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 林帖的人也都在这样写 这样写也不为错 当然 包括这一笔 直接插入口内 或者右边的家的点 和今天的这个 规范字写法 都并不相同 大家说 这样会不会影响 我们现在 对于这个规范字写法 一个误解呢 不会的 只要你把这个字 这样写好 再写规范字 也非常的容易 好 我们写一下规范的 这个名字 就这笔 不再插过去 这有什么难度呢 因此 我们想把一些简化字写好 或者一些规范字写好 你拎骨背贴 把内写好之后 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再看一遍 悲贴的这种写法 是这样一个 吸引笔过程和路线 我们再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结构特点 注意这几个横画 都稍稍地向右方扛肩 注意看 顺势的 都在向右上方倾斜 然后这一横画 依然顺着这个方向走 下面我们看一看 这个字的 行书写法 行书写法 基本是这样 因为股背贴经常都点点点 所以我也习惯 有时写名字 时候点一个点 其实大家 如果觉得很啰嗦的话 可以不点这个点 也没有关系 这样是 原来可以 再看一下这个名字写法 这儿就不必需要 非得再堵死这个口 可以留着空白 这样拐过来 这样拐过来 所以他大体的这个形体 跟凯硕很接近 只是在这个 点画的 有至少的区别 点这点数 点了什么形状 都大体没有关系 但是一定要点点 就必须有力量 就要压得住这个字 如果轻描淡写 就不好 我们再写下 这个名字的新书 这样往返的 有这些优思引带 这样挂过来 然后 这些优思啊 也可以减少一些 也没有关系 看当时的情绪 写到新草书的时候 有时候 很难完全做的理性 有时候都是感性 有什么就是什么了 而且写过之后 也不用再重新描住 一加上那些东西 这个字形的天真 浪漫的那个感觉 就没有了 所以 行书呢 就像平时说话一样 非常的随意 写粗一点 写细一点 没有关系 比如说 人民 这两个字 因为人字写的粗重了一些 所以名字有时候就写的 沙沙的 细一点 如果写 民重 名字的地 在千边 就好像写的粗壮一些 所以 有些是字 或粗 或细 它有一种 基本的一个固定 有些字 就是不固定 在这个位置上 就粗壮一些 在那个位置上 就稍稍的 好像单薄一点 不像上次我们讲的 这个繁字 我们上集 谈到这个繁字 繁字是在 比较 来说 不管出现在任何地方 它都是比较宽大的 把它写太小 就不可以 好的 看看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草书大体上有两种 一种常见的 就是这样 一拐弯 这就完了 或者是 注意 这就是名字 把上边的这一部分 简略成了 这么简单 就可以了 或者草书当中 也很少再点点 但是有朋友会说 这跟那个氏族的 那个氏族很像 会容易混淆 其实不然 大家注意看 这是一横 拐过来 然后在这 这么下的笔 氏族必须是 这是一瓶 然后这样过来 就这么一点 小小的差别 就区别于是氏 还是名 还有的 就是 直接在这 写了这个 然后 过来 这就是名 注意 只要是这样过来的 这就是名 只要这样过来的 这就是氏 这个名字的草书 还有一种写法 就不容易认读 是这样写 这是名 他就是 所以把这个弯拐大了 应该是这样 这样写 其实还是这几个点话 他就是把他 这两笔写到这儿来 然后这笔上来 加了这一下 大家说 这个怎么 在两横当中 都要探出来 跟大家说 在楷书阶段 新书阶段 古碑帖当中 也有直接 从上边 冒出头来的 大家看 楷书 就有这样写的 写行书的时候 也有这样写的 也有这样写的 所以在草书阶段的时候 当写到草书室的时候 他就这样写了 实际上这一小片 是那个点 给他们点那点 为了在这个 运笔当中 有一个归宿 不能再点点 再点点 这个字就不念字 这一下 就代表那个点 或者是直接 写在上面 这样写 也可以 所以这个名字 在草书方面 有这样两种 究竟你问我 提倡哪一种好 我说呢 这样写的时候 容易和柿子混淆 这样写呢 又不便于认读 但是古碑帖 总留下这种 两种写法 我们只能 和朋友们说 随着你的心意 写的哪一种 都是可以的